我已经起床了 但是看 等一下妈妈 不肯等啊 下来吧 还不肯等呢 我不跟你说我要刷牙了嘛 妈妈早上起来要刷牙洗脸 等会去上班啊 你就在这等 洗好了 刷牙洗脸洗好了 这个天要下雨 你要下去吗 出去吗 已经还下小雨了 准备开始装早饭 午饭不是早饭 因为我不是早饭 只有周末和假日的时候才吃 走了要上班了 这路上吃啊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个电动滑板车它会摔倒的 我的视频是记录生活每一天 我们就是平凡的人记录平凡的生活 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不是到了欧洲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没有 在欧洲的话 其实 女生的话 比在国内更要自力更生 欧洲的男人喜欢独立性的女性 下班了 今天雨一直下 在德国这里就是有点不好 一会下雨 一会晴天 一会下雨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这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打雨伞 他们喜欢淋雨 像我们国内的话下了雨 大家都跑 人家这里 哎呀还跟你雨中散步呢 妈呀到家了这个猫一直在狂叫 过来过来 呀过来 咿嘛猫猫猫 等了好久了 刚才 我正好开门的时候 我老公打了电话了 他以为我没下班了 都几点呢 6点多了 还不下班 孙到去接我的 我说下班了 看这个小猫 饿死了 一直在叫啊叫 狂叫不止 在德国这里 就是上个星期 也就是4月23号 我到我的家庭医生那里 做了个全身检查 就是说肉眼可见 医生要用眼睛去看 用手去摸和听的 自己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点胆固醇膏 他给我一个红心十字加起来了 胆固醇膏 他有两种胆固醇 一种是吃出来的 另外一种胆固醇的话 我是高了一点点 睡觉到了什么毛病都有 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 胆固醇 今天想到这些问题 想到没想 今天同事给的这个 这是哪里疼 弄哪里的 这个叫马糕 大家知道马糕吗 德国的马糕很出名 就说你身上疼啊 就是缓解肌肉疼痛的那种 不像那种肌肉色 那就是哪一地方疼 你就可以抹在哪里 就是那不能就说你皮疼 那不行的 骨头疼那也不行的 这个是抹了之后会热的 给大家看看 是这样子 所以它上面有一匹马 所以大家叫它马糕 很出名哦 250克的 它给我的 然后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拆开了之后才有这个的 它之前买回去的 买回去之后呢 寄回去退回来了 退回来之后 它不高兴带了 很重啊 250克的一个 有的是500克的 可重可重的了 然后今天去 刚才去超市又买了一个 这个是厨房种油烟 打折才买的 不然这个牌子挺贵的 然后买了一瓶橄榄油 橄榄油是这个超市自己做的 现在油真的是涨价了 现在750克的话 差不多9块钱这边的钱 我们家吃的话 也就是给它拌沙拉 还有老公做面包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做面包用这个 这是他的事 马上我老公回来了 今天要不打算做晚饭 今天就想 家里头不是有饺子吗 把饺子给组了 然后专心去学习 因为今天我还要洗头 就最近这一段时间 也可能是压力大 就是经常会 觉得头很晕 睡眠质量不怎么好 所以就是很难过 岁数大了 就是年龄 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 这些东西 以前哪有会检查这些东西的 什么胆固醇 我还铁蛋白还高 哎呀 这个真吓死了 所以说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一定要去定期 就是每年检查一次 全身检查自己的身体 了解一下 怎么样可以避免 像之前说 我就是因为甲状腺 导致我的肝脏不怎么好 那我现在就不喝酒呗 那我就不喝 这个可以忍的呀 是不是 那就为了健康嘛 付出一点 再说这个酒本来也不是个好东西 看看这个饺子是上次我煲的 韭菜肉馅的 所以马上烧开了 妈呀这个冻起来了 拿不下来了 这拽出来一个 我老公说把整个盆子放进去 按摩 我现在已经给你喝了 没有的 我现在就拿来 你把这个小包拿去 不干吗 我现在就拿去 盘子热了下来了看 哎哟的天呐真厉害呀 我们俩都响到一起去了 这个底漏了 现在要把这个盘子拿出来 饺子出锅了 哎呀一锅坏饺子全坏掉了 看全开口了 动的时候就裂开了 屁股后面也破了 哎哟都烦死了 四个 我吃五个吧 我老公才吃四个 等会不够再来盛 现在十点多 我给我老公他们做三明治 最近天天给他们做三明治 他们也吃习惯了 今天就突然觉得有点冷 哎 刚才 也在看那个理论题 然后就是有模拟好事的嘛 又没过 哎哟我的妈呀 真的烦死了 看是简单的东西 到最后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感觉悬了 太悬 受不了 我自己接受不了 我想在回锅之前 我把驾照拿到手了 哎 这样子希望不大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烤不出来好难受啊 哎呀 我也努力了呀 怎么就不行呢 这就是他们的面包 一般都会给他们抹上这个 麻油酱 少抹一点 但是抹不多吧 又不好吃 抹多了吧 又不健康 所以也挺难的 就这么地了 自己做的从里外 他买得好 给我老公包一个 这个前两天刚买的 就是星期六 我婆婆他们来 买的这个 烤的新鲜的午餐肉 再给他下一身面包 再抹一点 这个酱 三明治酱 吃得可快的 这玩意儿 哎呦 摸我手上了 我手也是干净的 我手也是干净的 磨给他吧 一扣一切 我老公的这一份就好了 再给他保鲜膜一包 手洗一下 这都是这个酱 自从我家做了这个三明治了 哎呀 这个保鲜膜用的可厉害了 我刚才跟我老公讲了 说你要不要明天吃三明治 他没理我 我说你要不要 他没听到 要用用 给他做个这个开心的不得了 给他包紧一点 我闺女的那个包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他 翻开来包 一个就好了 现在在做我闺女的 好了 做完我就上了洗澡睡觉了 祝大家晚安吧 你看 在国外的日子 一天也不好过吧 天天脑袋疼 觉睡不好 哎哟 希望我快点 17号考试过了就好了 咱们明天见 看明天又是什么个状况